專責小組認為應該大致保留現時副學位教育的雙軌制 但是建議副學士學位和高級民憑之力更明確區分定位 副學士應該定位為主要準備學生升讀一般學位課程 而高級民憑應該定位為準備學生即時投身 有關行業及專業的輔助專業工作 或者是升讀專門的專業學位課程 為了提升副學位教育的質素 小組認為政府應該進一步研究如何去改善副學士學位 和高級民憑的課程結構與內容 以反映有關課程的新定位 並且給予營辦機構更大的彈性去調整收業期 以設合不同課程的性質和要求 由於高級民憑教育是可以為多個行業培訓合適的人才資源 政府應該加強支援措施以重振高級民憑教育 小組又認為當院校適當地改良了副學士學位 和高級民憑之力的結構和課程之後 政府適宜重新檢視這兩行副學位之力的定位和價值 以確保兩者都能夠繼續發揮作用 沒有了副學校是在請教育的等級中 我們先進行制裁側上的為副學位 或穩定人憑的大宗教育